欢迎来到美厅 一个人焦虑的本质是一直处于怕的状态 印度高分电影 三傻大闹宝莱雾中有句令人深思的经典台词 总是担心明天又怎能把握好今天 这句台词是蓝彻劝说拉家时所说 拉家出生于贫困家庭性格极度敏感 内心对人生充满了无尽的恐惧 他害怕考试不及格担心学业上的失败 会让家庭的经济负担更重让父母失望 害怕面试不通过 忧虑自己无法找到一份好工作来改变家庭的困境 害怕姐姐嫁不出去 觉得自己无力为姐姐的幸福助力 害怕父亲病重 害怕没有足够的金钱和能力 给予父亲良好的治疗 这些沉重的担忧 如同无形的枷锁 让他根本无法静下心来学习 导致他的考试成绩每次都是倒数 而且 这更让他深陷在焦虑和内耗的泥沼之中 做事情总是瞻前顾后 犹豫不决 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 有非常多的人像拉家一样 对未来充满了各种担忧 当拥有工作的时候 会因为害怕失去工作 整日忧心忡忡于与同事 上司之间复杂的相处关系 所带来的压力而焦虑不安 比如 担心自己在工作中表现不佳 被同事超越 害怕与上司意见不合 影响自己的职业发展 而当处于没工作的状态时 又会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和担忧之中 时刻担心自己没有收入来源 为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而苦恼万分 仿佛未来是一片漆黑 找不到前行的方向 在没谈恋爱 没结婚的时候 常常在内心深处担忧自己会孤独中老 想象着自己在年老时无人陪伴 晚景凄凉 然而 结了婚以后 又会被操心一家人的繁琐事务 而弄得烦躁不堪 比如孩子的教育问题 家庭的经济开支 与配偶的相处磨合等等 傅首尔曾经说过 坏事还没有发生 你就提前害怕 就等于你遇见两次坏事 每天都沉浸在 对尚未发生之事的忧愁之中 人的精力自然被大量消耗 也就没有足够的能量和心思 去好好经营 享受当下的生活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 过度的担忧未来 是一种不健康的心理状态 它会削弱人的自信 和积极行动的能力 再从社会现象层面来说 现代社会的快节奏和竞争压力 使得许多人都陷入了这种 对未来的过度担忧之中 这不仅影响了个人的身心健康 也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整个社会的活力和创造力 所以我们应该学会调整心态 以更加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生活 不要让未来的不确定性 成为当下生活的绊脚石 而是要专注于当下 把握好每一个可以创造美好回忆和成就的时刻 认知行为疗法之父亚伦 贝克曾在其著作中详细讲述了 三位患者令人唏嘘不已的故事 刚刚大学毕业的托德 在求职的道路上可谓是历经坎坎 他不辞辛劳地面试了十几家公司 方才获得了一份并不起眼的工作 工作两年之后 他步入了买房结婚的关键阶段 可内心却抑制不住地胡思乱想 倘若贷款买房 万一失业还不起贷款 该如何是好 要是结婚 与妻子性格不合 难以和睦相处 又当怎样 他越这般想 内心就越慌乱 每日都被心烦意乱的情绪所笼罩 无法自拔 人到中年的职场女性立背卡 面临着重重困境 孩子成绩不理想 父母双双患病 老公又缺乏上谨心 在遭遇职场危机之时 他总是情不自禁地陷入无尽的担忧之中 客户故意刁难 该如何应对 孩子考不上理想的学校 未来该怎么办 父母的病情若是持续恶化 又该怎样 每到深夜 这些纷繁复杂的焦虑思绪 便如同汹涌的潮水 一波又一波地冲击着他的内心 使他焦虑到难以入眠 独具老人伊丽莎白 身体状况日益糟糕 身旁却无人照料 他总是提心吊胆地担心 意外随时降临 害怕自己患上重病后 丧失自力更生的能力 明明已经过上了 衣食无忧的休闲生活 本应安享晚年 可他每天却活得战战兢兢 如履薄冰 亚伦 贝克感慨地表示 这三种人正是焦虑抑郁症的典型代表 他指出 焦虑恰似一条巨大而凶猛的蟒蛇 无情地吞噬着所有人的正常生活 在当今社会 太多的人 从小到大就一直被焦虑紧紧追赶 面临高考时 为成绩和未来而焦虑 踏入社会求职时 为工作机会和职业发展而焦虑 在人生的道路上前行时 为个人的成长和进步而焦虑 斯坦福大学有一项研究指出 人类的大脑具有一种特殊的功能 它会将我们所害怕的事情 以生动的影像形式呈现出来 并不断地在脑海中进行重复播放 其结果就仿佛有一个强大的磁力场 不知不觉地引领着我们 朝着那个令人恐惧的方向前行 人们不停地自问 生活是否会变好 又一遍遍地以否定的答案 进行自我回复 这样的思维模式 终将把人缓缓脱入内耗的无尽深渊 一旦沉溺于其中 忘却了当下的美好与可能 便会在浮浮沉沉之间 不断地消耗自身的能量 如同在湍急的河流中苦苦挣扎 直至精疲力竭 最终被汹涌的急流彻底淹没 失去了重新上岸 拥抱希望的力量和机会 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看 如今快节奏的生活方式 和激烈的竞争环境 无一味焦虑的滋生 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例如 社交媒体上 他人展示的完美生活 容易让人产生对比和落差感 从而引发焦虑 从个体心理层面分析 有的人可能由于童年时期的经历 或者天生的性格特质 更容易对未来产生担忧和恐惧 比如 曾经在重要考试中遭遇失败的经历 可能导致在未来面对类似挑战时 产生过度的焦虑 所以 我们需要学会正式焦虑 调整心态 积极寻找应对策略 而不是被其束缚住前进的脚步 错过当下的精彩 人际关系学大师卡奈基的童年 是在农场那广阔无垠的土地上度过的 某个风和日丽的日子 当他在帮母亲采摘那宛如红宝石般 经营剔透的樱桃石竟突然哭了起来 妈妈满是疑惑地问道 你哭什么 他抽抽打打哽咽着说道 我怕会被樱桃砸到 每当暴风雨气势汹汹地来袭时 他满心恐惧 担心自己会被那耀眼的闪电 无情地打死 在日子过得结局艰难时 他有忧心忡忡 害怕食物不够吃 难以填饱肚子 他害怕一个名叫山姆怀特的男孩 会残忍地割下他的两只耳朵 当他怀着敬畏之心 脱帽向女孩子鞠躬时 他害怕会遭到他们无情的取笑 他担忧将来没有姑娘愿意嫁给他 为此而整日愁眉不展 甚至连结婚之后 该对太太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他都为之操心不已 这些形形色色的问题 如同沉重的枷锁 紧紧地困扰着卡奈基 让他的心灵饱受无尽的折磨 日子如同白居过细 一年年匆匆过去 卡奈基也渐渐长大成人 曾经那些令他担惊受怕 夜不能寐的事情 几乎都未曾发生 然而 那段被恐惧充斥的时光 却在无形之中 让他成长为一个心思细腻且敏感的人 莫言曾经意味深长地说过 人要生存 就得摆脱连环般的桎梏 忧愁悲观 便是人最根本的死敌 在现实生活中 大多数人的痛苦 其实并不一定是真实存在 且无法改变的 而是由于过度的思虑 从而制造出来的虚幻错觉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心理学教授 Borkovic 在一项深入的研究中 明确指出 我们所担心的种种事情 大约85% 压根就不会发生 即便真的发生了 79%的结果 都比我们当初想象的要好得多 也就是说 在我们所有的担忧里头 只有极其微小的3%是合理且基于现实的 剩下那令人咋舌的97% 都是被我们在脑海中肆意夸大了的 失业了活不下去怎么办 一辈子也找不到合适的伴侣怎么办 老了孤孤单单一个人怎么办 这些想法 的确令人感到毛骨悚然 但这个所谓的危险 实际上并不在眼前 并且发生的可能性 也是微乎其微 倘若长期深陷在这种人为制造的恐惧之中 终有一天 会被内心那无尽的黑洞 无情的吞噬 难以自拔 放眼社会的各个角落 那些因过度担忧未来 而果足不前的人 往往错失了许多当下的机会 所以 我们一定要坚定地相信 这世上没有永远无法跨越的关卡 也没有永远不会放晴的雨天 让我们不必对未来过度的忧虑 果断地甩掉精神上的沉重包袱 如此方能越走越快 越走越轻盈 迈向充满希望和美好的明天 自媒体人陆俊俊 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有位声名远扬的作家 前往一所大学开展讲座 在讲座中途的答疑环节 有一位充满憧憬 又略带迷茫的学生向他提问 我内心深处 极其渴望成为一名像您一样 优秀卓越的作家 但总是深陷于自我怀疑之中 担心自己无法创作出 具有真正价值的文字 更忧虑自己以后难以在写作的梦想和谋生的现实之间达到理想的平衡 对于我这种困境 您能给出一些宝贵的建议吗 作家听后 微微一笑 温和而坚定地回答 根本不需要考虑的过多过杂 今晚当你回到寝室之后 别的任何事情都不要去做 首先打开电脑 当你在word文档里勇敢地敲下第一个字的那一瞬间 实际上你就已经成为一名作家了 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常常陷入这样一种怪圈 总是想得天花乱坠 而实际行动却寥寥无几 过度的顾虑 就如同无数条无形的绳索 将我们紧紧束缚 让我们变得束手束脚 最终往往一事无成 生活从来都充满了无尽的不确定性和变数 有时候唯有勇敢地放手一搏 大胆地去尝试 才有可能收获意想不到的成果 经典电影《阿甘正传》中 自知看起来平庸平凡的阿甘 最终却令人惊叹地成为了战斗英雄 体育冠军 政界名人 百万富翁 对于阿甘的成功 人们从来都毫不怀疑 而对于阿甘成功之道的深入剖析 也从未有过停止的时刻 在网络上 有一个获得极高点赞量的说法 阿甘为什么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 原因就在于 阿甘从来没有惧怕过失败 当他萌生了 想要打橄榄球的念头 便毫不犹豫地去打橄榄球 在赛场上 他只专注于拿到球然后 不顾一切地一直向前奔跑 当他决定要打乒乓球 便毅然决然地去打乒乓球 他时刻牢记 眼睛绝对不要离开球 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 别人满心担忧会中枪 害怕被偷袭 而他仅仅只管听从长官的命令 永远都活在当下的每一刻 永远都不为尚未到来的明天 而过度担忧 正如当下的力量中 深刻阐述的那样 没有任何事情 能够发生在已经消逝的过去 也没有任何事情 会凭空出现在遥不可及的未来 所有真实发生的事情 只存在于当下的这一瞬间 所以 人最为理想的生活方式 就是当决定要做什么的时候 就全心全意去做什么 活在今天 就全身心的享受今天 认真细致的吃饭 踏踏实实的睡觉 心无旁骛的做事 全身心的 沉浸式的 跟这个世界完美的融为一体 专注于当下最真切的实际 顺应自然规律的去生活 那些从繁杂思维里滋生出来的苦痛 便会自然而然的不攻自破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 过度思考未来 往往会让人陷入虚无的困境 而忽视当下的真实存在 比如古希腊哲学家 柏拉图强调的理念世界 若过度追求那个完美的理念 而忽略了现实生活的具体实践 反而会迷失方向 从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来看 专注力在当下 能够提高人的幸福感和成就感 比如心流理论所指出的 当人全身心投入一项活动时 会体验到一种高度的愉悦和满足 再从社会现实的层面观察 那些能够在自己领域 取得突出成就的人 大多都是善于抓住当下 脚踏实地的实干架 总之 让我们摒弃过多的忧虑 珍惜当下的每一刻 以务实的态度去拥抱生活 丘吉尔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 当我回顾所有的烦恼时 想起一位老人的故事 他临终前说 一生中烦恼太多 但大部分担忧的事情 却从来没有发生过 事实的确如此 回想起小时候 那时候总觉得旺带作业是天大的事 仿佛整个世界都会因此崩塌 高中阶段 又觉得考不上大学 简直是人生末日 满心都是无可名状的恐惧和忧虑 恋爱的时光里 觉得和喜欢的人分开 无疑是天大的事 仿佛世界从此失去了色彩 然而 随着岁月的流逝和阅历的增加 后来才渐渐明白 18岁考不上好的大学 你的人生并不会就此彻底完蛋 现实中 很多人通过后续的努力 在工作中展现才华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或者通过继续教育 自我提升 实现了人生的价值 35岁失去爱人 也并不意味着你会孤独终老 人生的道路还很漫长 未来还有无数的可能 也许在某个不经意的转角 会遇到那个真正与你相伴一生的人 又或许会在独自前行的过程中 收获内心的丰盈和强大 40岁被裁员 同样不代表你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这个社会充满了机遇和挑战 只要保持学习的热情和积极的心态 凭借积累的经验和人脉 总能找到新的出路 人生在世 犹如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航行 总有意外与变数的风浪袭来 稳住心态 耐住性子 有条不稳地做好该做的事 如同播种的农夫 悉心耕耘 默默等待 时间自会给你满意的答案 社会的发展日新月异 竞争激烈 但这并不意味着 我们要被未来的不确定性压垮 相反 我们应以平和的心态 把握当下 迎接未来的每一个挑战和机遇 订阅美听 我在这里祝你生活愉快 在这里祝你生活愉快 你看 在这里祝你生活愉快 对 我现在在这儿祝你生活愉快 我现在在这儿祝你生活愉快